所以我如果一整年唸完的話 大概是 Quindi 然後大家笑的時候 都沒有想到 這是我根本聽不懂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是可能在寫功課寫一寫 我就會突然哭 哈囉大家好 我是Mag 今天要來回答大家 關於語言學校的Q&A 其實自從我來日本之後 然後跟大家宣布是來這邊 念語言學校學習日文 我每一天都會收到 很多關於語言學校 唸書然後來日本生活的問題 各種各類的問題都有 那其實蒐集了很多問題 我們就把問題分成 不一样的类别 有先是那种语言学校入学前 然后还有申请前的准备 跟如何找寻你自己觉得适合的学校 还有上课的状况 然后还有就是外国人 无论是留学生或是来这边工作 房子怎么找 然后入籍或者是一些网络申请的一些 小小的疑难杂症 所以今天就会分成这些类别 来跟大家分享 那进入本次正题开始前呢 就跟大家讲 其实这都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代班 或者是帮很多人过 我就只有协助过我本人 自己来这边念书 然后来这边打理房子的事情 所以我的经验或许不会百分之百 很适合你的需求 可是或许可以给你一些参考的价值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本次正题咯 啊 漏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要来分享今天穿了什么 虽然是回答语言学校Q&A 穿什么还是很重要 耳环的话呢是我在虾皮买的 我是很抱歉我没有在买的当下 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耳环真的超级可爱 但好像卖家已经没有做生意 我大概是两年多前买 我也是迟到最近才把它拿出来带 这个真的很可爱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色谷帕路口买的 这个是George Jensen 然后上衣的话呢 我想说今天就是一个轻松的寥寥 我就穿了Mini Madness Homework直线的T恤 它就是那种很轻浮 然后很修身 可是你如果要穿出去 也有完全OK的这种T恤 好 有分享完吗? 对分享完 这个是Shilo的指甲油 怕有人问 好我们就来循序渐进 解锁每一个问题 第一个类型呢 就是报名前的准备 然后就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很多认识或不认识我的人都会问 就是我来日本念语言学校的原因跟动力是什么 简单来讲 我以前是一个完全对东洋文化没有任何兴趣 跟完全不知道的人 就是大家在封 可能日本音乐或是日剧我都还好 我都没什么感觉 然后其实我是直到到了大一第一次跟崔小姐来日本玩 就是自己跟朋友独履玩的时候 我就开始 诶 日本我真的很喜欢 就是东西好吃 然后又很好逛 然后觉得很有趣 很多活动都可以做 那真的启发我想要来念 其实跟三年多前我来这边定居 有一点点关联性 因为其实我去任何地方 我就是用英文都可以通 可是特别是日本 英文你很难通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卡 然后再加上后来成立品牌之后 其实蛮多时候 是有机会可以跟日本品牌合作 或是有一些进一步的关系 但其实 我完全不会日文 我真的完全不会 我只会こんにちは 然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就是这种很粗浅 就是 就根本不能说是会你知道吗 所以变成是中间的所有沟通 都是透过我的同事 我负责做的事情就是在旁边傻笑 就是 然后大家笑的时候 我就啊啊啊啊啊啊 其实我根本听不懂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造成了一些阻碍 我也觉得好像 如果我自己可以沟通 可以去讲的话 我也可以争取很多 其他不一样的合作机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来日本 就是把日文学好的一个主因 第二个就是 怎么决定要去哪个城市 东京或大阪 我一直以来 去了很多日本的地方 我最后最后都还是最喜欢东京 东京的朋友比较多 然后东京可能我喜欢逛的东西 然后熟悉度吧也都比较高 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决定是东京 但直到我这一次来之后呢 我去了两次的京都 我好想要在京都生活 就京都的那个慢步调 再结合我本来的生性 就比较容易急躁跟焦虑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因为东京配上我的性格 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很快 然后一起很焦虑 然后在京都是我边工作 可是有边放慢的感觉 那个感觉好像在更适合我 就是比较调和一点 但现在来不及了 因为我学费都教 所以我就还是会在东京保的书念完 接下来这一题呢 是最多人问我的 就是选择语言学校的标准是什么 我会不会担心很多中文圈的学生 然后我是注重语文的口说还是语法 那先建立一个大前提 我在IG就是搜集问题的时候跟大家讲 我不会透露我是念哪个学校 原因的话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是因为毕竟我在学期间 所以你知道让你知道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很赤裸 那有一些同学有在学校遇到我 所以你知我知 就成了我们新春的秘密 这样就好了 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也是一个主因 就是我只有念过这一件 毕竟我不是代办 我不会知道说 诶这件是不是真的很好 还是说不定其他间更好 那我现在念这间 我觉得没有超推荐 或者是不推荐 我觉得就是一般般 对我来讲 哦学校应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在上课上面的经验好坏 跟学校不见得完全一样 因为很多时候是老师 像我现在进入第二个学期 我我觉得第一个学期的某某老师 我觉得很棒 然后第二个学期他没有教我了 我就会觉得说 诶好像上课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活灵活现 那么好吸收 所以其实我觉得 跟老师也是有一些些关系 不全然跟学校有关 那我自己当初在选的标准 说来好笑 就是我那时候工作很繁忙的情况下 我就委托我弟 帮我搜集了网路上面 很多好评的语言学校 所以他帮我搜集了一番之后呢 我就看 然后就发现真的很难选 所以我最后的选择是 他的官网建立的很成熟 我在去了解资讯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透明 然后我去询问他们的教职人员 他们回复的速度很快 然后还有第二个主因是 因为我很不喜欢通勤 我那时候本来决定要住在A住处 那我就选择A住处附近的语言学校里面 评比最好的 可是后来那个A住处就也泡汤了 那我有没有很担心 中文圈的人会不会太多一直讲中文 其实我觉得还好 说真的 就算你是其他国家的人士好了 你要用英文沟通 你还是没有在练日文啊 所以日文练好的方法我觉得有很多 就是你上课要很认真嘛 然后预习复习 这些都很基本之外 你可能有机会的话 你搞不好可以去打工 打工其实是学习最快速的方式 也有人说可以去做那种语言交换 有些人搞不好想学中文 那你就可以找一个日本人跟你做语言交换 其实这些方法我觉得才是真的会让 语言变好的原因 那我自己是会注重口说大语文法 因为在我学英文的过程当中 文法不是我学习这个语言的第一优先 我反而都是用口说 然后培养我的语感 培养我的语感之后 才进而学习文法 然后就会学得很快 所以像现在我来日本的话 我觉得对我有学文法没错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办法运用这个文法 我比较在乎的是 我今天学了这些三个文法 我有没有办法就是过一个礼拜 我马上转头可以跟餐厅的服务生说 我有没有办法跟我朋友 或是跟工作伙伴也运用起来 所以我心里面还是会觉得 口说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但很难在学校完成啦 因为毕竟你的同学跟你的程度差不多 请问你们要讲什么 所以其他时候的话就是 透过各种各类朋友的介绍 或者是自己去创造 这样子可以运用跟练习的环境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下一题也是超多人问我的 就是需要准备大家多少钱才能读 那语言学校的学费 好像每家都不太一样 可是不会差异太大 我跟你讲 我上个上个礼拜才刚缴完 所以就是有一个热腾腾的那个 学费单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现在的这个价钱是 学校有大概在提前两个月 跟我说他们会微微上涨 所以我其实第一学期付的学费在低一点点 那现在第二个学期我付的就是 接下来十月到明年三月 是三十八万又六千日币 所以我如果一整年念完的话 大概是七十几万 那七十几万是只有学费 那当然每一个人的经济条件不一样 所以你想要住什么样子的房子 你想要在这边怎么饮食习惯 比方说你要每天吃外面 还是你要到自己煮 你有没有要买东西 这些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可是如果光是学费的话 你要念一年 大概就是准备七十几万 那如果你只是要念一个月 三个月 或是只是要半年 其实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念的长短 就还算一下这个钱 然后下一题的话 是有没有年龄的限制 没有 我听到最惊人就是 Julia说她的同学 好像有一个大概63岁还65岁 然后我隔壁的同学 我的同学是17岁 所以我跟你讲 你任何年龄都可以 你很小你未成年 或者是你接下来想要活到老学到 都可以来学 可是我必须说 语言学校人的年龄大概都是 24 22 平均值 我后面有一个32岁的智利同学 他就跟我讲说 诶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好像恐龙 我讲说谢楼 米当恐龙 我的必要 好 学校的准备的最后一题呢 就是签证申请会很困难吗 手续会很复杂吗 其实我听到所有来日本语言学校的人 他们都是早代办 嗯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没有早代办的原因 因为我很不喜欢就是踏出家门 然后麻烦别人做事 我想说 诶我好像自己可以把这个事情完成 在家里面就是处理一些文件 然后印制东西 然后就可以寄出去 好 这样简单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工作那么烦满 烦满 我的专门到底怎么了 我工作在这么忙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还算可以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就是写入学的那些 像申请的东西 然后你为什么想要来这边念 就是一些基本表格 最最紧张的应该就是我那时候有拍给大家看 就是我在申请那个签证的时候 我要拿到入学的文本 然后是正本 不能是赢本 但那个时候他寄来的时间 跟我机票的时间就是很接近 然后又要跑那个时间去跑留学签的签证 我觉得是真的很紧张 但是我觉得步骤还算蛮清晰的啦 就是你选择好学校 然后你写了他的入学的一些表格 然后他有资料 你都提供给他之后 他会再定一个日期跟你说你要缴交学费 缴交学费完之后呢 他才会给你那个COE元件 就是我说我差点拿不到的那个东西 你要拿的那个元件不能是银本 一定要是正本 拿着他 然后去就是日本的交流学会 好我们就这样 日本的交流学会 要给他 然后他会帮你跑这个签证 那签证的话 大概你就抓5到7天左右吧 那你拿到那个签证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日本 然后给海关看那个签证 他就会盖章 其实就这样 不用太紧张 我一开始很紧张 可是就发现 噢 这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好让我们前进到下一个项目 就是国外居住相关 第一题是房子怎么找的 我的房子呢 其实找起来真的蛮迷幻的 很简单 你就是上Google 你就打日本 外国人 租屋 然后其实超级多 就是可以帮你媒合的那种仲介网站 他其实用起来就很像你用那种 591租屋网 其实你就选择一些你要的条件 然后进车站啊 还是在哪边 然后房租多少 有没有附带家具 那反正就是找到之后呢 我就跟那个仲介用中文沟通 他是刚好是一个台湾人 然后跟他沟通 然后如果我确定房子的话 他就会跟我来个三方会议 一个是我 一个是那个帮外国人承办的 这一个仲介公司 另外一个第三个公司呢 是委托这个外国人仲介公司的公司 就是一层又一层就对了 反正我就这样子刚过那个会议 会讲合约啊 然后会讲一些规范 然后租金 然后需要多少钱 所以其实有些人说我很大胆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行 因为我找到的那个公司的就是名气 因为房租在日本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你找几家 你就会发现说 好像最大的大概就是那几家 我觉得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可以从那个方式去下手 那我有一些同学的话 可能就是他希望房租再更便宜 他没有很在乎说他空间会不会太小 或是他自己东西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 他就选择去住那种share house 所以其实也有蛮多种类型 就看你是工作的身份来 你是学生的身份来 然后还有你在房租上面 你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条件 就可以去做这些筛选 找房子大概花多久时间找 我大概花了前后 还算顺吧 我中间只有一点点曲折 就是我本来要住的那个房子A 本来已经快去的定 结果就是 就失败 所以我后来就是又一直找 其实我找比较久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不想要租空屋 你知道空屋是多空吗? 买洗衣机 买冰箱 买烤箱 你就是一个家徒四壁 整个房子是空的情况下 你去添购这些家具 如果我一年后真的就要走了 我又要转卖那些东西 无论有没有卖出去 还是你是卖给那种像那种二手店 其实你都要卖 你都要处理 然后我就觉得 哇真的很麻烦 然后我自己又不会开车 我想说算了 那我就找一个在我学校附近 然后又有一些基本家具的 这个条件其实本身在日本 就已经很难没合到的 但是没想到 我就找到了我现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就是我现在这个房子的租金 我现在这个房子的大小 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格局是1K 就是一个kitchen 然后其他的话 后面就是它没有隔间的 所以它才会说是1K 等于是它把厨房隔开来 然后其他那个客厅啊 我自己的床要怎么摆 那就是我自己的空间 然后外面的话呢 它有一个厕所 然后一个卫浴空间 它们的厕所跟卫浴空间 很满习惯是分开来的 那这样子的大小的话 以台湾来算 或许是11平到12平左右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是含管理费的租金是14万日币 那我有跟我朋友分享 然后我朋友一开始有说 诶那你这一区14万日币 如果是1K的话是偏贵 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 他们有就是给我很多家具 哦其实包括那个 我后面的电视啊什么柜子 那都是他们给我的 所以他们听到之后发现说 哦这样其实是蛮划算的 然后很好的一点就是 我这个房子算行 是5年以内的 然后楼下它有那个集中管理的垃圾场 我跟你讲日本丢垃圾真的超麻烦 你就是星期几才能去丢 可能宝特瓶 然后星期几才能丢一般垃圾 星期几才能回收纸箱 可是像这种比较新的大楼 它就是楼下有那种集中的垃圾场 我觉得光是能找到这个家具 跟这一个格局和平数 然后又离学校很近 我跟你讲 我已经非常非常感激了 再来是礼金 敷金是像台湾的定金一样 退租可以拿回的吗 礼金不行 因为礼金的概念就是 啊 真的很谢谢你租给我 那也有一些会标榜 就是友善外国人会说 哦不用付礼金 可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个 基本上是押金的东西 因为这押金的东西就是 以免如果你恶意破坏房子 那它到时候就会从那个里面去扣 但是如果你没有破坏房屋的话 这个东西是会退回给你的 礼金是不会的 最后一提是 去日本一年手机网路怎么处理 台湾的话那边我没有停办 但是我有降低我的流量 就是我降到最低 然后日本的话呢 我是申请LINE 我觉得LINE目前用下来是还蛮推荐的 我当初在申办网路前 我也做了非常多功课 看网路的文章 看影片 然后询问在日本的朋友 那其实因为日本电信真的很多 每一个方案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方案都听起来很华丽 但是又觉得 试有蹊跷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选择LINE的原因是因为 我真的太常要用LINE就是可能工作 然后视讯 传影片 照片 这一些 LINE的好处就是你办了它之后 它给你 假设一个月是20G好了 你使用LINE 不计算在那20G当中 那20G呢就是 你用在可以Facebook或是YouTube 或者是任何 你就是这样滑 就是把这20G用掉 但LINE你怎么用 它都不计流量 那我那时候还有办它的主因就是 它解约很方便 而且它在申办的时候 就是网路申办 就可以开通 就可以搞定 只是那时候我在申请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拿到再留卡 我才真的可以申办我的网路 因为它一定需要你一个 在当地像身份证的东西 来证明你是谁 那在那之前呢 我就是预抓大概 一个多月 快要两个月 可能在那种KK Day 或是什么的 买那种网路卡 我就先用那个东西来当备用 接下来进入语言相关课程疑问 如果不会五十英去的话 会不会很痛苦 不能说痛苦 因为老师其实会教 因为像我就是完全零基础去嘛 可是我还是强烈建议你 你真的要先自己把五十英备好 因为老师讲 其实会讲得很快 然后很快他就会说要默写考试 所以他真的有教你 可是你就在那之前 把这些东西先备好的话 你考试也会比较好上手 那我自己是建议 你可以什么都不会就去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 但五十英如果先备好的话 真的会轻松很多 一开始 一开始会比较轻松 老师的上课模式怎么样 老师的话在我们学校就是全日文 因为他们就是日本人 他们不会用其他的语言来跟你讲 除非真的是比较困难解释 或者是他就是会用一些些英文的单字 来跟你补充说明 其他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很像在看那个悠悠TV 悠悠台姐姐 一开始因为真的都听不懂嘛 你能做的事情就是 听 然后看 然后老师能做的事情就是 他用很基本的方式讲 然后讲的很慢 然后会有一些动作 然后会有图片辅助 其实就跟我小时候学英文很像 上课的进度的话 我们学校是一天大概会教四个汉字左右 再来的话就会进入到 每一天会上大概两个文法 我拿道具来补充说明给大家 大家都知道这个吧 大家的日本语 那我们教完四个汉字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进入比方说第一课 第一课的话呢 其实一天就会上完一半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明天第一课一定会结束 然后可能会小小进入到第二课 看那一个课纲 或者是那个文法的困难程度 可是真的真的 基本上两天就是一课 两天就是一课 每一天又会搭配四到五个汉字 我跟妳讲 你不复习你记得来吗 因为接下来就会有更多越来越难的文法 就是越来越多 除了文法之外 还会有这些单字 你如果你没有预习 你没有复习的话 两天就会结束这个哦 接下来就会又有新的几十个 十几个单字 要灌入你的脑袋里 我们的进度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听其他人的话 其他人其实就大同小异 老师用日文解释文法还是不懂怎么办 我有这种时候 我就会问我朋友 那如果你没有朋友问 It's ok 你知道YouTube是大家的好朋友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出口老师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我就会去上YouTube看很多不一样的课程 我都没有办法想像 如果没有那些资料的话 我该怎么办 真的啊 日本人看他们的文法 就算他们有经过就是认真的训练 变成老师 可能取得老师的教师资格 有时候他们解释起来还是会偏卡 我当然知道说就是 哦你就记就对 就是这个逻辑 可是有些时候像住词这种东西 一开始日文的初学的都会很困难的就是 什么时候用你 什么时候用day 什么什么这一种嘛 问老师 老师就会一直跟你用一样方式解释 但如果我听懂了 我就不会一直出错 那为什么会一直出错 代表我没有真的很理解这个逻辑 那我就会用中文去找相关的教材 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额外去找课外的补充 我觉得是蛮充足的 一天的课程时长大概多久 然后我要上多久 我的课的话一天就是从下午一点 然后到四点十分 中间有十分钟的休息 所以其实就是上足了三个小时 那我目前的话就是先把一年的学费缴完 所以预计的话就是上一年 会觉得课业压力很重吗 怎么讲呢 我觉得如果我是全职当学生的话 我不会觉得课业压力很重 可是因为我同时还要雇品牌那边的公司 然后我还要拍影片 然后我还要当一个学生 然后固定预习跟复习 我觉得我的时间分配就算分配再好 我都有时候能感受到 我是在一个临界点 我有几次就是真的觉得 真的太忙 然后没有休息的时间 我就是可能在写功课写一写 我就会突然哭 我跟你讲 大家可能看我抗压力很好 我没有我抗压力其实不好 我只是对于我想要的事情很执着 所以我都会努力把它做好 然后把它完成 可是当我真的觉得那压力有点 你知道毕竟是零界点嘛 就突然这样 好像一失足之后我就会哭 我觉得哭我也没有觉得说 我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我只是觉得好累好累 然后我就哭 哭完之后我就是一个情绪的释放 所以我满正面看待我自己这样子哭 因为我想要的就是 我要日文变好 可是同时我可以兼顾频道这边 然后还有品牌那边 那这个是我要的 我就会知道说 我就是要付出相对应的努力 才可以 让这一切 看起来是平衡的 下一题是 课程内容会上到考过N1吗? 我觉得这问题 真的太看得起我 因为一年要考到N1是真的很难 我周遭那种就是 非常会念书 然后很有语言天分的朋友 其实也是花了好几年学习日文 然后一直浸泡在这个语言当中 他才考到 那我自己本身学这个语言的目标 也不是为了考试而去念它 我是希望透过考试可以大概减合一下我的程度在哪边 但最主要的话是 我很希望可以透过学习这个语言浸泡在当中 然后我真的可以运用 就是我真的可以用讲的 我真的可以基本的写 我希望是可以达到这个水准 那有没有考到的话就是 如果我真的决定要报名了 我绝对会非常的努力准备 但我不会用这个东西来作为 我有没有学好这个语言的唯一标准 下一题是 课堂的内容实际受用程度 因为我是零基础 对我来讲 我现在学的每一个东西都很受用 的确也透过上的到 现在是也才第二本 我就可以渐渐从完全不会说 然后一直要用英文沟通 就是连订披萨都无法 到现在就是一起工作我伙伴 我可以跟他简单聊上几句 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基本的想法 然后买东西完全不用英文了 所以你说受不受用 我是觉得很受用啦 我相机其实在回答第八个问题 它就开始过热 我真的觉得很烦 你到底在热什么请问 我都已经拍到快要天黑 然后我都没有沙哑 你还在那边给我热 你凭什么 好 下一题是 语言学校会跟台湾补习班一样摊财吗? 我没有上过台湾的日文补习班 所以我不知道他究竟摊财与否 可是像我自己的语言学校 我是觉得还蛮扎实的啦 两天就会结束一课 然后每天也有四个汉字 中间还会有就是可能写作文啊 然后还有可能写小小的东西 之后上台分享的那种小小演讲 然后额外的课外活动 像我们下个礼拜要去看歌舞技 之前的话有什么水族馆 或是什么班上班友简单的那种野餐的小活动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安排的还算蛮多元的 那如果真的要讲贪财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不会是语言学校而已 而是他们整个可能学校还是国家吗? 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些长假 像是黄金收 然后像是我刚结束的那个 我不确定那是暑假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的秋天又有一个假 好像就是放秋假 然后又会换到下一个学期 上课归上课我觉得是扎实的 但是假真的好像蛮多的 我之前听有在语言学校念过书的人 就说你要小心哦 他假会很多 你要担心自己收不了新语 同学大多是哪里人? 好像都有耶 就台湾人也有 然后香港人 美国人 德国人 法国人 中国人 其实都有 那我觉得我们的学校算是 国籍分布蛮平均 然后也蛮多欧美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听其他法国同学说 就是我们学校的网站做的还蛮好的 在看的时候你会很知道资讯是什么 然后很清楚 然后也有不一样语言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我们学校特别多欧美人士 学校会提供读大学或是硕士的咨询吗? 会 而且我发现他们会 还蛮密集办一些专门学校的活动 就像什么美容美法的专门学校啊 然后还有可能修车的啊 然后还有料理学校啊 就是都会安排这些活动 所以如果你有想去的话 都可以免费去报名 然后学校也会 每一个学期就是真的是三个月 会跟你一对一一次 就是问你你接下来 未来在这边毕业完之后 你的下一步你的安排会是什么 或者是你要继续念吗?还是什么 所以其实学校都可以给你这样子的咨询 最后一题是 语言学校会付住宿或三餐吗? 住宿的话 我不确定每间学校有没有 像我们学校的话就可以去申请住宿 有没有付三餐?我不清楚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问你对应想要申请的学校 好那么以上就是回答大家关于语言学校的Q&A 然后我自己也分享一下就是 我念这五个月非常有感觉的地方是 我竟然可以真的跟人聊上几句 我觉得超级开心的 就我第一次在这边剪头发的时候 我连要说我头发很多 我说不出来耶 结果我现在就是碰到第二个发型师 第三个发型师 第三个发型师我就真的可以开始跟他聊上几句 然后我在拍影片的时候 我还可以跟他讲说为什么我要拍影片 因为我要先问他可不可以拍吗 然后他还说说所以你是做YouTube的吗 我说对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聊 虽然还是就是讲的比较吃力 可是我发现我的听力可以从完全听不懂 然后到后来就是见见听得懂 因为我有觉得我自己的听力比我的口说来的好 可是我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你本来就是要先多听 听他的发音 听他的就是用法 然后培养这个语感之后 然后再结合学校教的这些文法 自己组装成句子后再讲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但是真的是你知道 你看得出来有在这个路上了 这一点我是觉得还蛮开心 然后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小小我在这边五个月的心得 希望对于你想要申请学校 或是你正在念语言学校的人 会有一些帮助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也不知道这影片会多长 希望大家愿意看得完哦 要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那它的遮瑕真的也不用用多 因为它的延展度真的神奇的好 就像是热锅上的奶油 你只要一点点你点在你想要遮盖的地方 然后轻轻的把边界拍开 整个就像Photoshop的那个 你知道OKBone的那个小小的图示 就这样一点就没了 所以我的可能黑眼圈 然后我的这个痘印 都遮盖的非常好